哈囉大家好,我是查克爸爸啦 歡迎來到Marvel Snap的牌組分享 今天這部牌本來就很好玩了 那它跟新出的這個區域戰士瀑布又更搭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影片開始前,麻煩大家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通知喔 那今天這部影片主要是分享卡池2 Pro2的牌組與實戰 那還在池1的朋友也別擔心 查克爸爸也有配套給池1的朋友們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到Pro1的牌組 那Pro1的牌組主要是以光譜為延伸 以及四張單膽能力比較高、單膽能力比較強的卡牌來做構成的 好,那我們就先從這四張開始看 第一張就是我們的Angela Angela的話,只要你在同一個區域 有持續的補上其他卡牌的話 每補一張,它的戰力就會加2嘛 配合它的有夜行者這個角色 所以最多呢,它可以疊四次被動 也就是說呢,它可以拿到七點的戰力或是九點的戰力 然後通常放Angela的這個位置呢 會再配上蟻人 來補上蟻人的四點輸出 如果有加上光譜的功能就是六點輸出 那蟻人很容易被艾莉卡針對嘛 所以我們這邊補上了一張凱來做一個保護 好,第二張高戰力的牌呢 是我們的蟻人 二費5點攻擊力 那通常呢,蟻人抽到手上的時候 我不會在第二或第三回合就把他打出去 我會扣到後面一點 確定對方在這個區域比較不容易下到四張卡牌的配置的時候 才會把蟻人丟到那個位置 讓他發揮到5點的戰力 好,那下一張是Jessica Jones Jessica Jones就是單純的四費的暴力卡 只要你下一回合沒有在這個區域丟牌 他就會變成八點攻擊力 那最後一張呢就是納摩 納摩也是一樣 四費五點攻擊力的牌 那此區域只有他一個人的話 那他的戰力就會變成十點 非常強大的一張單打牌 那至於驚奇先生跟格羅還有光譜呢 都是這部牌組呢 在最後回合的時候做爆發力使用 會有奇效的卡牌 那這邊就推薦給在慈一的朋友們玩看看 那牌組的複製碼我都會放在留言區 歡迎大家複製過去玩看看 有打出一些什麼有趣的心得 都可以來這裡跟茶哥爸爸討論 留言分享喔 好,那接下來進入本集的重點 我們來看到Port 2 池二 為了這個新的區域戰士瀑布 而組成的一副套牌 我在片頭的時候就有說到 它原本就是一個很強很好玩的牌組了 因為我原本就有在玩這副牌 那因為戰士瀑布這個區域的效果 是每一回合結束後 這個區域的卡牌會互相內鬥 然後摧毀最弱小的卡牌 它是說這個區域喔 所以這個區域呢 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這個區域對方沒有下牌 你自己下了兩張卡的話 這兩張卡他們也會自己打自己 然後留下高戰力的一張牌 所以配合上這個特點呢 我把原本的摧毀牌組做了一些微調 把最後兩張卡呢 替換成Moon Girl跟Devil Dinosaur 補上這兩張卡的原因呢 其實就是為了在最後一回合的時候 來一個意想不到的高戰力 然後直接把一區給站下來 那後面會有實戰影片示範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來看這副牌 有幾個重點觀念的地方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到 摧毀流要被摧毀的角色有哪些 第一張就是Efei的Nova 他死掉之後在場上的所有卡牌 都加1戰力 非常強大 那第二個就是 2費6點戰力的Bucky Barnes 他死掉以後會變成6點攻擊力的酷寒戰士 然後還有一張是我們的劍齒虎 劍齒虎是3費4點攻擊力 可是如果他被摧毀的話 他會回到手上變成0費4點攻擊力 是我們這個牌組的 第二爆炸性輸出的角色 好看完被摧毀的角色之後 現在來看有主動摧毀技能的角色 基本上只有兩張牌 第一張就是我們的血蜘蛛 然後另外一張就是我們的死亡戰士 那這邊再特別提到 血蜘蛛還可以搭配邪惡先生 來做一個另外的單體COMBO 那接下來呢 有兩張牌要特別提醒大家的 第一張是Scorpion 就是毒蝎子 毒蝎子使用的方式呢 通常是越早拿到 然後第二回合越早丟出去越好 但是如果你在對方下牌的時候 你有觀察到 對方可能在累積手牌的跡象的話 那可以稍微再多扣一回合再丟出去 他的效益會提升一點 那下一張是我們的Curemonger Curemonger是把場上所有對方 跟我們的EFED卡牌全部摧毀 那他主要的功能除了去摧毀到對面的 類似蟻人或者是其他EFED的強勢角之外 另外一點就是在不同區域遠端的 來觸發NOVA的摧毀被動 因為血蜘蛛跟死亡戰士 都必須跟NOVA放在同一區域才可以使用 這邊特別提醒大家Curemonger跟NOVA的靈活運用 好那最後一部分就是我替換上來的三張卡牌 第一張是上氣 上氣是專門拿來打9費以上的高輸出 任何戰鬥力超過9點以上的 你抓得到丟出去 通常對面就直接爆開 然後這一局就高機率投降 直接贏得一顆魔方 然後月亮女孩跟惡魔暴龍就是標準的搭配 那這邊茶哥爸爸在分享一個 如果在起手或是第二回合就拿到月亮女孩的話 可以做一個觀察 是不是手上已經有星星NOVA 或者是接下來的回合馬上就抽到NOVA 如果有的話可以複製NOVA來一次BUFF所有的場上角色2點戰力 那另外一個就是如果場上已經打出來這個劍石虎的話 那我們已經把他摧毀回到手上 他變成0費4點戰力的時候 這時候如果他在手上的順位是OK的話 那也可以用月亮女孩複製成兩張 好那以上就是這副牌組大概的解說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幾場實戰吧 第一場瓦甘達大使館是左邊第一個場地 那我們起手就拿到了星星NOVA 然後還有Forge跟那個邪惡先生可以做COMBO 還不錯 好對方 對方 很特別下了一張伊莉卡 這怪怪的喔 對方這個 先不管他們我們起手拿到了月亮女孩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先下個Forge 然後下一回合看看是不是直接丟到 那個邪惡先生身上吧 邪惡先生身上吧 這樣會有兩張26的戰力 已經12點 在場上了 對方的刀鋒 對方是 對方是 氣牌組了喔 好那我們就把邪惡先生丟到中間的瓦甘達 此區域的卡牌不可以被摧毀 然後對方丟了一個KORG 所以對方是 對方應該 對方有可能是那個Kazoo配上氣牌吧 Kazoo的動物園的機會高一點 哇好衰喔 我們直接拿到了KORG剛剛丟的石頭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時候如果把 我們這時候像現在這個時候就是 剛剛介紹的很好的狀態 我們把MOON GIRL丟出去之後呢 MOON GIRL丟出去之後 我們手上四張牌 我們會在額外拿到 BUCKY跟NOVA跟 DEVIL DINOSAUR 我們會拿到前三張 我們這一把的勝算就蠻高的 好各位你們看 我現在已經有七張手牌在手上了 然後第五回合 對面就算有上氣 也沒關係 看一下齁 我先把 我應該是不需要再補任何手牌了啦 因為第五第六回合了 所以就算我丟到 所以就算我丟到最後一個區域 拿了石塊進來也無所謂 所以看來這一把 第五第六回合就是下兩隻 惡魔暴龍 不是暴龍 下兩隻惡魔恐龍 應該就贏了 果然對面果然是Kazoo的動物園牌組 難怪那對面這樣子 對面這樣子一開始就把艾莉卡丟出來 也是蠻浪費的我覺得啦 最後一回合我抽到了Killmonger 那其實我除了再下一隻惡魔暴龍之外 我也可以丟兩隻Nova 然後再丟Killmonger 那我肯定是這樣下的啊 我丟兩張Nova下去 然後丟Killmonger 那我所有的卡牌都buff兩點傷害 然後對面的刀鋒戰士 就是艾莉卡還有中間的石塊跟右邊Korg全爆 那我是不懂對面這個snap的用意 好了我們來欣賞一下最後的動畫 然後就贏得這場勝利吧 對面嚇了Angela再丟一個石塊去buff她 我覺得啊對面這個動物園牌組啊老實說 沒有組的我之前我上一部影片在卡11的 最穩上分牌組的這個影片的動物園還穩 我把連結放在右上角 如果還在吃一的朋友可以點過去看一下 這個牌組的勝率真的很高 大概平均三場裡面一定會贏下兩場 那如果熟悉的話真的熟悉這個牌組的話 那其實五場贏到三四場都不是問題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第二段實戰影片吧 好第二場的對手是一個日本人 日本的ID 第一個場地是西井鎮 第四回合後會變成一個隨機的場地 欸這把我們的騎手也不賴耶 我們有Nova在手上 然後Bucking Barnes跟血蜘蛛都在手上 我們可以有一個很強的combo 喔運氣真的不錯 劍齒虎也拿上手了 那這一把 阿 我就既然都有工匠的作坊 我就先把三廢的劍齒虎丟出去好了 對面丟了毒蝎子 把我手牌四張都砍掉 一點傷害 有點討厭 喔出來了 這個戰士瀑布 戰士瀑布 戰士瀑布 這次做這個影片的重點 就是要讓大家看看 這個牌組在戰士瀑布的環境下 有多好玩這樣子 那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 把 Nova丟出來 然後Forge丟出來 這兩張都是可以捨棄的牌齁 我只要他們的BUFF效果而已 好那我就把 我現在應該就是把 死亡戰士 下在中間 卡奈基下在中間 我這把應該就是把 卡奈基下在中間 我這一手應該就是把卡奈基下在中間 讓他把劍齒虎吃掉之後 讓他吃了Forge的BUFF 然後再吃掉卡奈基以後 變成一個 五點的傷害 然後劍齒虎的被動回到手上 然後下一回合呢 我就可以 用 死亡戰士 把 最右邊的 戰士瀑布的角色 給吃掉 喔!結果對方 丟了一個Forge出來 把 酷寒戰士 已經打出來了 那我這時候 抽上來一個 上氣 第五回合 這樣的話 我就把 惡魔恐龍放到中間吧 最後再用 靈飛的劍齒虎去多一個4.3 來 到 下 到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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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抽到10塊 這個真的沒什麼用 連續兩把都抽到對面Korg的10塊 這個真的是Cog真是個煩人的角色 OK那最後一回合我怎麼打呢 最後一回合的話 我把劍齒虎丟在右邊 這樣子會有11點傷害 然後我再...欸? 對面撤退了 就撤退了 可能對面卡手吧 我猜 好那沒關係我們就趕快來第三把的實戰吧 OK喔第三場的對手是一個韓國ID 欸不錯耶 第一個就是戰士瀑布的場地 好那我們起手有了這個月亮女孩嘛 月亮女孩就是這副牌很噁心的一個操作 很強大的一張啊 好那對面先下了快銀在中間的X學院 X學院的效果是第三回合結束後 在雙方區域各添加一張卡牌 一個隨機的參數進來 那我們這把第二回合也沒有任何牌可以出 沒關係就Pass過去吧 第三回合 好喔 我就把劍齒虎下在戰士瀑布這邊吧 那如果對面不理他也好 如果對面出了一隻比較大的 如果對面出的怪比較強的話 我也可以順勢的回到手上 好 那我們就結束回合 來看看X學院會給我們什麼卡牌吧 我們的運氣好蠻多的吼 對面拿到一張鐵拳俠 然後我拿到Jubilee 會從我的排隊中抽一張牌丟到檯面上 結果他抽出血蜘蛛 然後把他自己吃掉 那我中間就變成四點的傷害了 也還OK啦 這個變數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這回合結束後 對方就變成兩隻浩克了嘛 那我就沒意外的把上氣打出來 對面應該也知道這個結果啦 他剛剛有成功的複製到我的上氣 然後對面在最左邊呢 下了這個納摩 完全就是符合我們的計算中 待會劍齒武就被納摩幹掉 回到手上變成零費4點的一張 第六回合可以下的爆發牌 好 我們進入第五回合 我抽到了Bucky 那這一回合的話 我有死亡戰士可以主動的把Bucky給破出來 但是這一回合我把惡魔恐龍下在戰士瀑布這邊 把對面的納摩給收掉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 我們進入最後一回合 最後一回合我抽上了這個Scopian毒蝎 對面看起來應該已經殘掉了無誤 對面台面只有兩張一費的牌跟一張獨眼龍 這個狀況下對面的勝算是蠻低的沒錯 那就把剩下的傷害補一補 然後就結束這回合 我們的月亮女孩下下去以後 手牌就又填到了7張 這樣我們的惡魔恐龍的傷害就最大化 結果對面丟了一個上氣 把我的惡魔恐龍給幹掉 但是第二第三區域我就贏下來了 那這邊提醒各位 從池一進到池二的朋友們 通常啦 通常在池二的玩家 都會背上一張上氣 他太好拿來做Counter大牌了 把其中一個區域直接翻盤 好 那最後呢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 那還沒訂閱的朋友呢 可以趕快訂閱下去 有你們的支持呢 是我做影片的最大動力 那今天的牌組分享影片 就到這邊囉 牌組複製碼都會在下方資訊欄 以及留言區的置頂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跟茶客爸爸討論一些 你不錯的想法吧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待會兒